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入食用盐 胡椒粉 生抽 拌匀腌制20分钟 对虾腌制好以后 上部用刀传透 将虾尾从刀口中穿过 摆入盘中 取出蒸好的土豆倒到碗中 用擀面杖将土豆倒成泥 加入两勺电纺搅匀 再下手揉成面团 取适量的面团 整理 揉圆 面团捏扁后 放入对虾 把对虾包起来 磨出虾尾 整理 揉圆 摆入盘中 放入蒸锅 大火蒸15分钟 碗中分蒜末 辣椒面 白芝麻 封刺 没有热油 加入生抽 搅拌一下 15分钟后取出土豆虾球 美味的土豆虾球就做好了 吃起来口感丰富 阴阳美味 喜欢就给你试试吧 喜欢的朋友 请帮忙点赞 转发评论加关注哦 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